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大家都知道我通常是星期三才會報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今天收到不少Hita報料說 我早前有海關風聚一系列深水寶的店舖 不如今次我跟大家討論相關話題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星期三會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和大家看看星期遊戲界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好,馬上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今集的內容最主要是和大家聊聊天,討論一下 很可能大家會有不同的意見及看法 亦都歡迎大家留言一起聊聊天 今次影片不是要教訓或指責別人 在不同的事件中,很多時候大家都會有不同的受害者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影片後 沒有笑部分觀眾或不同的人 哎呀,他們是貪小便宜,不做功課 始終中招被騙都沒有人想 話說上個月左右 連登就有網民表示在深水寶店舖 賣了一個疑似是假的手 今次網民就在笑他 哎呀,貪小便宜,哎呀,報海關呀! 昨天我收到不少資料,有Hater 報料說 海關工作,他們很高調地公開,日前是深水寶 塑當了一系列不同的懷舊老番遊戲 又或者是盜版手製 然後討論區的網民就在說 咦,這樣都要拘捕?下賣是月光寶盒 果然在網上討論區說話,真的不是太負責任 又有人說玩翻版有甚麼問題,你小時候都玩翻版的啦 我真是完全猜不到原來香港 今時今日的部分網民的版權認識 跟其實中國方面是接鬼接得這麼厲害 不如我又用一集的時間和大家討論一下 看看翻版遊戲相關的發展 很多網民去到這一類的話題 他們最常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裝什麼正義?你小時候沒有玩過翻版遊戲嗎? 其實在這方面,我們可以首先了解一下翻版遊戲和有關定義上的歷史 其實早在上世紀,紅白機、世家的年代就已經有類似的情況 近代要玩到翻版遊戲,可能大家需要改裝 又或者加裝不同的硬件、software 即大家俗稱的硬改又或者軟改 但其實以前紅白機年代、超任年代 當時大家都可以用到一些不同的方法去玩到一些非正版的遊戲 當時大家玩一類遊戲就可能需要額外加一部磁碟機 甚至乎可能是早年以CD為媒體的遊戲機 就像3DO、MegaCD 當時他們的光碟上沒有一些防消錄的設定 所以當時的遊戲主機基本上是不需要改機 就可以玩到非正版的光碟 為何我不是用導版而是用非正版光碟這個稱呼呢? 其實當年知識版權相關的概念大家都還未普及 再加上世界各地的法律其實當時都沒有條款去監管類似的東西 而當時改裝主機 又或者是俗稱破解晶片的Modchip 原生的定義就是希望可以用主機的機能 去突破官方出廠的規限 令到它可以達到其他功能 例如當年可以做到一些多媒體的播放器 變成電腦又或者是玩一些第三方的遊戲 這些當中都是他們的目的 但去到九十、二千年代 不同的消錄裝置開始變得越來越普及 最常見的非正版遊戲當然就是電腦和一種主機 主機方面由PS、SS開始 廠方亦都開始加入防消錄 以及不同格式加密 令主機遊戲比起電腦遊戲、非正版遊戲 好像稍為難一點 令到他們的非正版遊戲好像收斂一點點 反觀電腦遊戲方面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亦都出現了大量的虛擬光碟機 又或者不同的科技配合 令到大家玩非正版遊戲變得更簡單 但非正版遊戲的收入 永遠是不會去到原創者手上 為了盜絕這些份子 不同的開發商就開始推出各式各樣的防盜方法 最常見的方法就是不同的遊戲上加上CDKey 後來還需要CDKey配上不同的網上認證 令到情況一度好轉回 但老實說,你很難要求全世界一起做聖人 在於免費娛樂這麼吸引的條件下 當然有不少玩非正版遊戲的玩家 會嘲笑一些給錢買正版遊戲的玩家傻子 要講回香港最泛濫的情況 其實大家都應該記得 在不少商場都有不同的非正版又或者盜版遊戲販賣 而這些非正版遊戲越來越影響到不同創作者發展和收入時 在2000年代左右 不同的國家也開始慢慢推出各種的著作法和版權法 香港在2001年到2004年 就針對著電影、音樂、電視電影和電腦軟件 推出了不同的版權法 但當時只是針對在公司使用又或者販賣上 當中大家聽得出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漏洞 在2008年亦都推行2007版權修訂條例 針對著避規器件 亦即是改裝後可以玩到盜版遊戲的晶片 又或者不同的Device 又或者破解密碼 令人可以在未授權的情況下 使用一些版權物 以及提供避規服務作商業用途等等的立法 而2007、2008年亦正是遊戲主機改朝換代的一年 再加上當年Microsoft Sony亦相繼推出自家的網路服務 一方面提供更多需要正版遊戲才可使用的系統 同一時間亦為玩家提供了很多遊戲本體以外的服務 就像教流溝通、持續更新、連機 又或者是優先體驗的遊戲作品平台 再加上大眾 普遍對版權條例的認知亦都開始變得更普及的情況下 近年的翻品活動的確比以往少了很多 之後亦有很多不同的網民去討論月光寶盒的合法性 月光寶盒 In case 你不知是甚麼 就是一個手掣 然後接駁電視可以玩到很多以前的舊遊戲 或者ROM 當然這些ROM都是侵犯版權的東西 有人之前在網上說 其實單獨賣月光寶盒 不連導版ROM就不算犯法 但法例上 合理相信有關的物品主要是用來玩導版遊戲的話 這件物品其實已經符合了避規器件的條件 希望這條片可以讓大家知道 其實之前大家提過的東西都是謬誤和誤解 而新聞中其中另外一樣東西提到的就是導版配件 這個位置都有朋友問 即是那些副廠件都不能買? 其實你說正廠件、正版件、副廠件 最先和最廣泛使用就是在汽車相關的討論上 後來也慢慢去到不同的科技產品或用品上 副廠件很多時候就是指非原廠出品的零件 遊戲層面上可能是指手掣 又或者是主機玩樂時提高趣味的配件 以前可能是光槍、鈦盤 去到有時就是安裝在Controller上的附加工具 就像V-mode 又或者是Joy-Con上的那些 至於很多朋友會問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去分副廠件或翻版件 以下就是單純我自己的看法 副廠件我眼中就是不同配件的代用品 就像是第三方的手掣、遊戲的附加工具 又或者是不同廠推出去提高遊戲體驗的用品 而翻版件我就會認為以模仿原廠產品 連Logo、整個設計都是照抄 有餘木運珠、假貨當真貨賣 我就覺得它是翻版了 近年有不同的廠商就開始嘗試將原廠的商品複製 然後做出一些仿真度相當高的手掣 就像之前我又拍過片做對比的Motan手掣 最近連PS4的手掣都有人中招 部分朋友就會覺得 他們都活著吧,不留意相關新聞 又或者他們只是跟大家一樣 逛街標出現 見到便宜的便會購買 但我們最後沒有想到自己會出事 有時候大家就不要怪他們、笑他們 好像有時買玩具都是這樣 最近幾年有很多的人都會將正貨拌入淘寶假的東西來賣 但科技又不一樣玩具 就算你自己有心理準備也好 但沒有對比的情況下 有時候手掣又或者其他配件 有時真的很容易中招 除了手制之外,在中國最近亦有不同的假遊戲卡出現 所以大家買遊戲時,我自己會建議去一些雙熟的店鋪 又或者有代理認證許可的店鋪買 例如PS的大家可以去俗稱藍店的官方認可店 有時候有些地方是相對高危一些 就像之前網民提到的黃金商場 最好的當然是找個地彈朋友陪你去買會比較穩陣 去到最後,有時候買東西、買錯、貴又不是醜事 每個人都會 我自己平時買遊戲都經常買貴又或者是沒有初回禮物 但如果你是買新的科技產品 我就非常建議大家去一些順餘良好的大型商店或認證店去買 如果你自己不是太了解行程,最好是找朋友問一問 千萬不要在不熟行程的情況下貪小便宜 有時便宜幾十元、百多元以為撿寶寶 有時隨時會因此研懷到假東西、留東西、翻身機等等 這樣就引小失大了 希望今集的節目可以給大家了解更多 如果你在未來遇到玩老犯的粉搶 還要大大聲跟你說 你小時候都玩老犯的啦,爛什麼正義啊 又或者遇到一些賣月光補盒啊 不連遊戲就不犯法啦 那些呢,你可以跟他講一下 今集的遊戲情報科就來到這裡了 又不知你買遊戲時有沒有被水過呢? 如果有的話不妨在留言區大家一齊信 如果喜歡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啦 我是希治閣,我們下集節目再見啦 拜拜